香港恒生大学赛马会住宿书院 获得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慷慨捐助兴建 在2015年落成启用 是香港唯一一间高等院校 全面设立小型住宿式书院制度 贯彻博雅的教育理念 为学生营造公诸共学的环境 恒大共有四所住宿书院 包括利益海伦博文书院 善行康活书院 潘慎畅拗群书院及冯耀京六言书院 分别获得伟伦基金 何善行慈善基金会 潘慎畅博士及冯耀京慈善基金会 慷慨捐款并因而命名 住宿书院依山而建 提供约400个 二人、三人及四人的房间 容纳大约1200个学生 是全港首间荣获香港绿式建筑议会 颁发的六建环平新建建筑 薄金级认证的学生住宿大楼 设有多项环保设施 葬秀和家师广泛采用筑造材料 贯彻恒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住宿书院设有礼堂 康乐室 温集室 和各个楼层的交仪室 供学生聚会和举办各项活动 丰富他们的住宿生活 加强彼此的联系 每所住宿书院由共住的书院院长、副院长 和导师所组成的团队 以及学生事务处住宿书院事务组 共同管理 四所住宿书院各有主题 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和特色 利益凯伦博文书院提倡多元文化 安排来自外地的交流生入住 举办跨文化活动 培养学生懂得欣赏和尊重不同文化 康复国际视野 善行康活书院提倡健康生活 含带心理、社交和精神健康 透过各种强健身心和文化艺术活动 令学生更加关注身心灵的健康 欢身窗、咬群书院 着重社会关怀 自力推动学生参与社会服务、服务人群 还会培育他们的领导才能 去满足本地和国际社会的需要 红尤敬六言书院自力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群 透过举办多元化的环保活动 及定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让我们可以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模式 和青年领袖的发展 各书院也会举办远制活动 例如校委会主席会远制比赛 联合高卓晚宴和文化欣赏活动 等学生体验不同的文化 提升沟通技巧 并建立团队合作精神 以及增强对大学和书院的归属感 香港恒生大学住宿式书院制度 将住宿生活和学习连结 给予学生有别于传统社堂的学习体验 研点年轻人希望之火 改变他们的心智和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